各位线上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响应联合国妇女权益和国际和平日线上论坛 今天的主题身边的故事 联合国从1975年国际妇女年开始 每年3月8日举办活动庆祝国际妇女节 庆祝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 做出的重要贡献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在过去的历史妇女的地位被忽视甚至遭受歧视 然而人权概念的兴起让妇女地位受到重视 甚至特别凸显属于妇女柔性的特质 所带来的稳定与和平的力量 因此一个国家或是地区 妇女人权是否被尊重 也衡量了这个地方的文明与人权指标 台湾是一个人权尊重的国家吗 来看两个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故事 我买卖不成立 结果国税局把之前的税全部架在我身上 我一路上就这样子没有人生 我诉求无门 我得了犹豫症 现在又得了癌症 他们还给我税单 我要活奖税 我已经没有钱了 一百多万对我来讲已经是很大了 我已经没有办法 我二三十年我都没有工作 我一直生病 为了这个税 我本来想说我已经是对社会没有贡献的人 我也不想站出来 但是我今天还是要站出来 我要生缘 我因为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很多人都这样 9月19日 这一天 黄妈妈消失了 我所认识的黄妈妈 是温柔心公益又温柔的妈妈 黄妈妈这天跟往常一样 因为一起不公益事件 和一群志工们拿着牌子 站在路边表达诉求 就在等孩子来接他回家时 突然被一群警察围住 说要带他回警局 旁边的志工们出来询问 警察语气非常凶狠 局质也很粗暴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吓坏了黄妈妈 黄妈妈就这样被逼迫 带入警察局 直到深夜 许多志工在外头呼喊 要救黄妈妈出来 也有律师 法律教授 在外申援 过了六个多小时 直到凌晨 警察才放人 出来时 黄妈妈眼神满是惊恐 甚至恍惚 没有多久 没有多久就倒下 送医 医院判定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打击与创伤 黄妈妈事件 黄妈妈事件疑解丑丑 为何没有任何犯罪 没有任何犯罪证据 会被带走 现场年轻与男性志工这么多 为何带走一位六十岁的富人 事件 事件 细缘 知心署 违法拍卖人民的土地 和国税局违法税单 警察不寻常的举动 合理怀疑 有幕后黑手在背后操扣 等等等 太多疑远 这次是黄妈妈 遭受这种不人道的对待 哪一天 又会是谁 慕名消失呢 故事中的吴佩存 任职补习班主任 补习班买卖没有成立 近遭国税局追讨 补习班前老板 所寄欠的税款 一百五十九万 加法一倍 再加上利息 支纳金 总共超过三百二十万 行政诉讼虽然申诉 国税局仍一再发出碎单 纠缠二十多年 他罹患了忧郁症 自杀两次 还得了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 如爱三起 连化疗的救命钱 都被强制执行 凸显台湾 税制不公 另一个指标性案件 法税二二八 最高法院判决确定 无罪 无欠税 还是遭到公权力霸凌 拍卖土地 我们来看这段影片 民国八十五年 在政治整肃的氛围下 宗教扫黑 黑寒四起 太极门无端受害 最后经历了十年三个月 在九十六年 刑事三审法院判决 确定太极门 无诈欺 无漏税 无违反税捐基增法 还给太极门清白 我从他的眼神里面 看到一丝 闪过一丝的阴影 以我们办案的直接 就是说认为 他应该有养效会这个事 一个检察官 用你的眼神就可以判断 是不是要起诉你的话 那我们台湾 就永无宁日 我已经读过太极门的证券 近两年 我已经写了一文章 我认为太极门的证券 我并不认为 我没有看到更多犯 这个法判民 it is not due process to accuse a human being in a civilized society of raising goblins the mere statement of that would cause individuals and should cause individuals to question the sanity of the prosecutor. And in any court of law, such an absurd allegation would be thrown out. I think that a 20-year ordeal is a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And to delay justice for 20 years and to still not have it, as we're sitting here today, is, in my mind, a denial of justice. And the thing that perplexes and even disturbs me is the fact that that justice has been denied and delayed by just a few individuals. It is appalling to me that those few individuals could hijack an entire government. It is an issue of justice. In this case, it is an issue of 228. It is an issue of Taiwan. It is an issue of Taiwan. 台灣那個司法的造妖境 同時也代表一個稅務的造妖境 我們還是要強調就是 太極門的比例確確的補儀 這對於太極門在這個 眷民的這個體育 還有這個家庭的共處 這個教育方面的貢獻 我們可以肯定 地址的一個慶思禮 那麼依照所得稅法的規定 還有我們遺產正義稅法的規定 是一個免稅的一個所得 更何況是刑案都已經確定了 繳稅的人就是應該是正義人 而不是受正人 太極門這個事件的一審判決 那時候 宗旨是只有一個 就是人性尊嚴中的宗教自由 跟信仰自由 跟思想自由 那我覺得那個 稅法這一塊呢 也應該要重視這個 譬如說那個判決裡面 一二三審我們都認定了 這個是正義性質 那就不應該把它解釋成補習班 這件案子呢是完全就是 因為他認為這是禁施的 這是一種正義 經過我們法院三審的定驗以後 我們詳細的論述 起訴書哪裡不可採 所以監單位如果以這個起訴書 來作為科稅的根據 我覺得是匪夷所思 你們可以到監察院的網站去看看 我有七點的糾正 每一個糾正的時候 國稅局就說 啊 我們弄錯了 我在一百年的時候 我就跟財政部長講 那這個應該是可以結案了 他沒有把它當作自己的事情 反正那個獎金我拿了 然後呢 要扣稅也是扣你們的 經過我們的司法體系的 形式的審查 都已經確認出這個 相關的這個金錢的這個部分 是屬於禁施禮 是屬於正義而不是守得 就沒有所謂的守得稅的問題 經過法院刑事案件裁判 確定所認定的事實 行政機關沒有理由 不加以引用作為它的這個 整個決定的基礎 既然是有問題的判決 行政執行署就不應該去執行它 那他們為什麼要執行它呢 就是講刑的問題 明明知道不應該執行的一種 明明知道不應該課稅的一個錯誤的判決 居然一意孤行的 而且強行的逼捕 在做一種拍慢 這樣一個行為 老實講 是觸犯刑法獨自罪啊 明知不應徵收而徵收啊 這是129條刑法第129條第一項之罪 太極門的這種冤屈 十年前就該解決的 為什麼會拖到現在還沒有解決 因為你們這是第一種最大的非法課稅 非法課稅 行政處分就是撤回註銷 大家檢察官 將黑白起訴 大家發現也沒辦法 沒辦法啊 代表什麼 代表當初時 我們這裡所有 檢察官所提供的稅務資料 是騙人的嘛 就是假的嘛 太極門在民國55年到79年 都沒有稅的問題 86年到現在也沒有稅的問題 為什麼獨獨針對80年到85年 這六個年度要課稅 我們是辦事 所以說 你拿來 我們走上看吧 太極門那裡 都沒有要算 我說 咦 不吃 你吃嗎 你來的 你吃不吃 我說 這樣不就吃飯吧 是 然後 他就說 他說 啊 這個不慘 不慘 然後你要怎麼樣 他說 我們就這樣 要 這就是 要說 誒 讓不慘 怪我 國安人啊 找我去 他要趁陣子 把餵 你是說 他早起去 只是做做樣子而已 就是 你不管做什麼 反正他寫他的 配可就不要說 他要直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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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 我們要看 太極門這樁冤錯假案 歷年來更獲得來自國會 被超過三百位立委們慷慨誠詞 發出正義之聲 我要藉這個機會 呼籲我們的政府 更應該來鼓勵 這一個文化的傳承 這是文化不能斷 文化一斷根就斷 所以我們民族的脈絡不能斷 所以我想太極門 能夠做這樣子一個事情 是文化傳承上面是功德一見 太極門的案子 其實非常清楚嘛 在九十一年監察院的調查報告出來之後 就希望法務部懲處了嘛 但是不錯啊 官官相護 九十一年 監察院調查侯寬仁檢察官 偵辦太極門的一個缺失 八大罪狀白紙黑字寫在這邊 監察院是要求你們究責益處 像這樣的一個公然違法的一個行為 你們法務部還取義維護它 經歷過八十幾個法官的審查 結果太極門都贏了 國稅局呢 要去查封 透過我們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要去查封人家的財產 就是因為你檢察官的濫權起訴 刑事是過程不足的這個條件 那麼我們還依什麼法 沒有去更正撤銷 我們依什麼法 那你們就應該是要得 來做這個更正辦理嘛 他們經過行政法院 經過監察院 經過訴訟會 那他們對他們都有利都勝訴 我請問你 他們除了這三個單位以外 他們還要向水神申訴 在彌補財政稅收 這樣子一個前提條件之下 難道我們正當司法的程序 我們正當的這個法令的依據 都可以擺開一遍嗎 今天基本上太極門的事情 正義站在哪一邊 真理站在哪一邊 已經非常清楚了 因為這樣而去造成 這麼大的一個稅務的成分 跟社會的成分 也許我們真的在做一件 沒有太大意義的事情 司法既然給了我們清白 也給了我們這樣的判決 為什麼行政機關 還在違反司法的判決呢 我們要求這個行政機關 應該要依法行政 它依的就是判決的結果 在這個我們的這個刑案方面 我們的司法方面 我們已經是三審判決定驗 太極門勝訴 然後呢 這個國稅局方面 我們在行政法院的體系 也是上訴到最高行政法院 最終判決定驗 三審定驗也是太極門勝訴 在國稅局 在財政部內部的訴願委員會 太極門也是勝訴 監察院呢 也是說太極門是個冤案 我已經想不出 然後有在這個立法院 有這麼多的立法委員質詢 我已經想不出說 我們這個國家的法治體系裡面 還有哪一條路可以走 我不知道這怎麼回事了 我們國家的法治體系 是這樣設計的嗎 一個案子十幾年 沒有辦法去為人民來解決 我們的行政部門必須去負權責 在於我們行政部門得以做行政財量權的時候 應當要以人民的租稅人權的保障 為最大的一個終止精神跟目標 只要太極門的案子沒有解決的話 根本租稅就沒有人權了 沒有辦法 假設他們沒有辦法拼款的話 那還有什麼人權可談 我們多次在立法院的裁委會 談到這個案件 真的是覺得匪夷所思 這個案件算是遲來的爭議 趕快要讓他結案了 今天很多的委員 大家都來這邊關心 那我知道希望說 請財政部這邊 藉由這樣的一個案例 不要因為一個特定的檢察官 因為一個人濫權 然後造成社會的不安 我知道說這些問題 的確是已經浪費了不少的國家的成本 講不好聽 這個叫動搖五言 你知道 動搖國本 請財政部 在兩個月內 對於本事件 盡速作為結論 到底怎麼辦 到底你們要怎樣 不要再妥說 如果中區國際簽上來 簽上到財政部來 因為中區國際 讓他一個局 承擔責任也不好 那簽上來好不好 我們就照著剛剛這個 這個次長的這樣的一個說辭 那我們就把這個 這個中區局的這個意見 那麼簽請財政部 就是撤銷的話 那麼這個就是撤回 是吧 好 那我們就由我們中區局 正式簽到部裡面去 公聽會後財政部部長 在99年7月22號 用一個正式的簽程 回復給田丘警委員 也給了圖請哲辦公室 然後在30號也用函 給周守信委員 均明白表示說 他們已經請中區國稅局 依照稅限基增法第40條辦理 他們願意用稅限基增法 第40條撤回 要求國稅局依法要撤銷 違法課稅的詳問 你們都不理 你們很大耶 法院不管 監察院不管 我們立法院也不管 你們最大 刑案判決 經過十年七個月 一二三審都是無罪 而且判決書裡面 講明了白紙黑字 沒有詐欺 沒有逃漏稅 也沒有違反稅捐基增法 我們的國稅局照樣開單 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的稅務人權 幾乎是荡然無存的 苦苦糾纏一個 司法判決監察院 最高行政法 都說沒問題 都說沒問題 你們的稅單一再復活 我覺得其實法院都已經判了 監察院已經處理了 那國稅局不能夠 用這樣的方式 小英總統司法改革很重要 但是稅制改革更重要 這個新政府剛接任 事情這個百費待舉 千頭萬序的事情要處理 但是稅改一定是要 絕對是要排到前面 應該列為轉型正義的一環 我們現在總統 告訴我們 不允許所有的人民 再一次的面對 國家暴力 這個不僅要拍桌子 如果沒有處理好 我們就會來兵得 還有很多不分黨派 跨區域黨派的很多委員 都在關心這個案子 直到太極門的案子 才把這個賦稅人權 不公的事情呢 給凸顯出來 所以我們其實要感謝太極門 近來一個超過二十年的冤情 沒有得到平反 這個國家 這個政府天理何在 在立法院 在財政委會 也面對非常多的民眾陳情 但是從來沒有一件 像這一件 我們太極門所受到的這一件 這麼樣的荒謬的 聲斗小民 他們的贈語 他們的這個 這個合理的合法的訴求 經過法院認可的訴求 卻被踐踏在腳底 這是我們無法接受的 太極門事件 是由你起頭的 搞了十八年還沒定案 是什麼道理啊 如果你國稅舉對 你財政部隊 怎麼會搞到十八年還沒定案呢 那如果不對 那你應該趕快了結啊 還有一次啊 為了這個執行啊 你本身還修改公文書 把那個 確定執行的日期 把它提早 先下手為強 我出了公文 經驗可以 可以立刻把他塗掉 再改日期提早 我跟他上去執行 世界上有這種 稅務人員 有這種稅務機關嗎 法院 政府對人民 搞十八年沒有搞定 那你這個政府有問題啦 不是能力有問題 就是心態有問題嘛 一定的嘛 那投降就不要硬拗啦 是不是 意思啊 就是國稅局投降就好了 你就是沒有道理 才會講這種情緒的話 對於太極門 已經纏頌了許多年的這個 課稅的問題 我們覺得其實 今年的 107年的7月26日 最高行政法院 已經做了107判制第422號 這樣的一個判決 已經清楚的揭露了 原先包括國稅局 提供給各級的行政法院 他的一些錯誤的資訊 在最高法院的判決書裡面 已經載明了 太極門的地址 所交給師父的 是這個 鄭宇 那不是一個學費 太極門的這個 租稅的這個抗爭事件 這個走了這麼久 我自己也參與過其中 很多的段落 那當然也是到了 該解決的時候 這個萬年稅單 已經搞了二十幾年了 我在立法院開了好幾場公聽會 我相信 只要有那麼多人的聲音 有那麼多的正氣 集中在一起 我們一定可以 達到平反的目的 國稅局可以很快的 就用之前其他82年到85年的案例 來把81年的這個案件 乘上去讓他們的這個蘇部長 做一個撤銷 我認為他做得到 他也要有這樣的擔當 我在這裡誠摯的希望 蘇部長你就自己把這個案件 自己把它做撤銷 自己扛起24年的責任 從80年到85年 這六年期間 已經有五年 都覺得是沒有問題的了 也沒有瞌睡 只有81年的產生問題 同樣的事情 為什麼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 那顯然就有一些的問題在裡頭 貴會 成立三十五年來 貴會 成立三十五年來 我們是 盡忠 盡孝 愛國家 愛社會的宗旨 愛社會的宗旨 幾乎 同好 這裡演習國術 發揚武德 對傳承固有文化 樹立良好社會的風氣 貢獻做出成果 令你敬佩 太極門是古老 氣功武士門派 師徒代代相傳 就像一個溫馨的大家庭 弟子民各個多精神飽滿 身心健康 在弘掌門人的引導之下 除了修心兩性之外 更秉持艱善天下的精神 氣勢助人 並透過國際文化交流 推展世界之愛 讓愛與和平的理念 傳遍全世界大洲 特別還要藉此機會 再次代表政府 向大家致上最高的敬意 和感謝之意 感謝大家長久以來為國家 為社會所做的努力 跟貢獻 每一次看到太極門 就看到活力 看到溫馨 看到愛 我們非常敬佩 洪道指博士 這一種憋一天憫人的情懷 也希望在全世界各地 太極門都能夠秉持這一個原則 讓台灣站出去 讓世界走進來 太極門更在掌門人的帶領之下 積極走向世界 為台灣做國民外交 提升台灣在國際上的能見度 未來我也希望太極門在紅掌門人帶領之下 能夠繼續跟政府一起來打拼 發揮我們良善的影響力 讓台灣不斷地進步發展 讓世界更看到台灣 司法判決已經還給太極門清白 國家也給了冤獄賠償 監察院更認定這是人權迫害指標案例 國家元首、機關首長、立法委員 及中外學者專家 不只讚揚太極門對社會的貢獻 更為太極門案發出正義之聲 稅圈機關應立即撤銷違法稅單 終結冤案 還給人民清白與公道 台灣婦女站出來 為公理正義而努力 在婦女節這天意義深遠 我們呼籲政府還給黃媽媽一個公道 懲處違法人員 呼籲政府解決稅務冤案 還給人民該有的權益 台灣文明與否 理我都有責任 一起努力 祈願世界祥和 人民安康 為公民安康 岩 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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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